在一个我起不来的早晨里 警察却早早地收到了一具不平凡的尸体 这具尸体全身腐烂道 只剩下一堆补价 好像已经死去了好几个月 但翻看了电梯的监控 却发现尸体的主人 昨晚还乘坐了这部电梯 唯一的是电梯里明明只有他一个人 他却被电梯里其他看不见的东西给活活吓死 警察翻看了死者的遗物 却只发现了一张 名叫易次元穿越的纸条 上面详细地介绍了 怎么通过电梯穿越到易次元 除此之外 警察找不到有关于死者的任何信息 为了寻找真相 不信邪的老警察决定按照纸条的指示 来体验一下死者生前的轨迹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警察来到了死者所在的大楼 走进空空如也的电梯以后 他拿出了那张纸条 按照纸条的指示 他伸出两根不够纤细的手指 同时按下了24679层 急斩指示灯闪过以后 警察又按照纸条的指示 按下了电梯的第二层 然而到了第二层以后 除了空无一人的楼道 其他什么都没有 于是警察耐着性子按下了第十层 但到了第十层以后 依然还是空无一人的楼道 搞得警察都以为 这只是小孩子间无聊的小把戏 但这丝毫不影响 他继续探索下去 于是他继续按下了第四层电梯的按名 就在他以为第四层还是空无一人的楼道时 电梯门又开了 这次却没有楼道 而是黑曲曲的一天 什么都没有 正当警察想要走出去看看情况时 打开的电梯门却突然间险行了 一把挡住了他的去路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电梯的门再次打开 外面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坐着同样的表情 坐着同样的动作 坐着同样的电梯 警察吓坏了 但此时 电梯门却再次关了起来 把另一个自己关在了门外 警察觉得不对劲 想立马下去 就在他伸手想按下一楼时 另一只手从旁边伸了出来 直接按下了十楼的按影 警察吓得扭过了头 却发现电梯里除了自己什么也没有 他把电梯里的脚脚落落都看了一边 依然没有找到 除了自己以外其他活着的生命 这时 打开了电梯门 但十楼还是像之前一样 依然是空无一人的楼道 男人本想从十楼直接出去 却发现他身旁 突然多了一个身材窑窍 但披头散发的女人 警察被吓坏了 他还来不及思考 电梯门却再次关闭了 而电梯里 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居然对他说起了人话 说到一半 还不自觉地扭动了起来 唯一的姿势 看得让人无比甚地慌 还发出了让人耳鸣的尖叫 警察自然被女人的声音下门了 他抬起了头 想看看女人的清诚容貌 而女人也非常配合地转过了头 但却是一张无比丑陋又恐怖的脸 为了避免晚上做噩梦 我这里加了个马赛克 警察直接被女人的脸吓出了鼻血 两只眼睛更是瞪得老大 而他对面的女人 丝毫不在意警察的表情 依然张扬着那张无比丑陋的脸 这时电梯的指示灯 全部晃动了起来 电梯也在飞速下降 但警察却被女人薅着头发 一下下狠狠地撞击着电梯的墙 好像要直接砸碎她的脑袋一样 然而从监控室里看到的画面 却是警察自己用头 狠狠地撞着电梯墙 一下接着一下 脑袋上的血流了满满一地 到了第二天早上 电梯门打开了 却发现那个撞墙的警察 此时无比正常地和同事在办案 而他的同事 看着电梯里尸体腐烂发臭的衣服 总感觉和警察的非常相似 那么警察到底有没有死 如果没有死 那电梯里的尸体是谁的呢